搬家之后一直的梦想就是在打造一个新的玫瑰园 可惜天宫不作美 这个地方的土呢是完全的焦泥土 在YouTube上面做了一番功课 发现呢有两种方案 第一呢就是做Racing Bed 可是呢我这里靠山本来地势已经很高 如果再用木板然后再把它建高 好像行不通 那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改良土壤 改良土壤呢也有一些配方 今天我就给大家贡献一个我自己的秘方 不用改良土壤 然后也不用做Racing Bed 我照样种出了建状的玫瑰 现在呢我把这颗去年搬家零食种的这个多肉呢 挖出来我要在这里种一棵玫瑰树 种肉丝和多肉不同 这个洞一定要是肉丝根部的两倍大 没想到呢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现在我要把那个洞的底部再扩大一下 这个底部呢都是Clay都是黏土 因为这个房子盖了三年才盖起来 所以呢上面有很多那个工程的时候他们用的土啊 包括原来本来这个靠山呢 就是这个脚印 完全挖不动 哇 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泥 完全不能用的泥 哇 这个黏土要弄掉很不容易 遇到了树根 这黏土呢 如果你不换掉 不要说肉死的根没有办法扎下去 树也非常困难 所以建商帮我们 从前一条街到这一条街 大概种的有差不多十几棵树 现在呢全部都死掉了 因为下面就是这样的黏土 那个树根本没有办法扎根 非常累 挖这样的一个洞呢 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 真的是又辛苦又累 我想你看到这里呢 可能都已经害怕种肉死了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现在我推荐一个拌地栽 然后拌那个花盆的方法 首先选一个号码稍微大一点的花盆 把花盆的底部呢 剪掉或者是切掉 让它底部完全的漏空 这样就可以避免你把体力浪费很多在挖大或者是挖宽 那么重点呢就是要挖深 在花盆的下面呢 最好是能够再往深了挖半尺到一尺 里面的那个clay就是胶粘土要全部弄出来 然后换新的肥料土 不用施底肥 因为过一两年根部才会生到那个地方 然后把花盆放进去 按照上面一个视频 我教给大家的三明治底肥的方法 然后开始做底肥 然后用肥料土把玫瑰种进去 花盆呢高于地面很多 所以可以保证玫瑰的根部呢 绝对不会积水 而且也不用辛苦挖一个两倍大的洞 花盆下面的肥料土 可以保证提供长大了的玫瑰 需要扎根的好土 如果过了三年 玫瑰长成树 根部再触及到那个黏土 相信成年的玫瑰呢 可以战胜那个黏土 这样拌盆栽的方式 玫瑰的成活率很高 而且最大的优势是浇水的时候呢 非常的集中 只要供水充分 玫瑰一定可以度过炎热的夏天 那么如果你不想种在花盆里面 想直接把玫瑰种在地下 那么又面对这样的 胶泥粘土 那么就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到底这个洞呢要挖多大 另外是不是上很多YouTube里面介绍的说 要把这个粘土胶泥呢 去做土壤的改良 经过很多次突然改良的失败 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弃改良 直接就换成全部的新土 可以保证呢 玫瑰成活 而且可以长得非常健壮 首先呢 面对胶泥粘土 这个洞的一定要挖得足够大 那平常呢 我们种肉死的时候呢 一般这个洞呢 是你的根部的1.5倍就可以了 那我的经验是 如果是这样的胶泥粘土 考虑到以后扎根的问题 宽度至少要挖到根部的两倍 三倍是最好的 那么深度呢 也是要比平常呢 要深一尺 然后这一尺呢 换新的土 然后再加上非常好的底肥 可以确保呢 以后肉死长大 根可以扎得很好 很深 那么给大家看一棵 这是我今年种的一棵幼苗 非常小的一棵David Austin 根很小 可是呢 我挖了很宽 很大的洞 那个底部呢 也挖得非常深 就是按照上次 告诉大家的三明治的方式 在底部呢 我放了兔子的干草 两个cup 然后上面放咖啡 咖啡放的蛮多的 然后有那个蛋壳 这些全部 底肥加进去之后 然后再用一半的肥料土 再加一半的potting soil 非常松软的土 然后混合在一起 然后填满了这个洞 那么种这样的一颗肉死呢 差不多要用一大包的肥料土 好像看起来是用土量很高 实际上呢 还是比YouTube上面介绍的说 你遇到这种胶粘土 然后在这种土上面呢 做riss bed 你做rissing bed的时候呢 那你那个填的土量 是相当相当可观的 那用肥料土把这个洞填满之后呢 最上面再放两个cup的 兔子的饰料 看这个是double sandwich 因为这个饰料是炒做的 一浇水呢它就会融化 给大家提个醒 当你填肥料土填到一半的时候呢 就用一个加仑的水呢 先确保下面的浇透 不要等到上面已经全部填满了 那个时候再浇 因为很有可能呢 底部会浇不透 那么水浇透之后呢 我的习惯是在根部呢 用那个mulch 或者说是用这些刚刚剪的 这些树叶呢把根部呢全部都盖住 其实夏天护根的时候很重要 这样可以不要减少太阳的直射 另外呢浇水的时候呢 也不需要每天都浇 因为其实刚种的时候呢 尤其第一个礼拜 一定要护好它的根 水分呢不能流失太快 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分 看一下它里面怎么样 这两天没有浇 那个目前看起来还是湿的 也许呢明天可以浇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基本上一天浇 基本上两三天浇一次就可以 今年我用同样的方法 不做土壤改良 完全换新肥料土的方法 一共种了六颗肉丝 目前呢都长得非常的眷状 原则上底肥充足 也就不做施肥了 第二波花开的非常的艳丽 而且呢看它们的叶子呢 都是油亮油亮 真的觉得很有收获 这个更换新的肥料土的方法呢 真的非常有效 我把这个经验也应用到我种其他的灌木 还有树 因为去年我们搬家的时候呢 Builder给我们种的树已经全部都死了 虽然那个雨季下了很多的雨 但实际上呢没有一棵树成活的 那我用同样的方式呢 在前面呢又重新摘了两棵树 因为新种的两棵